嗨大家好,我是兔兔,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你家里一直在忙活一件事 N年前,爸妈准备拿来养老的一套房子 终于交房了 这样子 因为这个房子从最初的规划开建 到最终的交付 历经了很长的时间 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 甚至我们中途还以为它会烂尾 但好在最终拿到房子了嘛 然后它地理位置还挺好的 所以接下来我可能偶尔会去办公 甚至小住 目前已经开始集装了 我主要负责规划网络水电改造 那今天这期视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构思的清水房家庭网络布局方案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改弱电箱 因为现在的房子普遍入户弱电箱过小 包括我现在的这个 我之前都还出过一起分享视频嘛 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办法同时放下光猫交换机软路油机设备的 最后我把光猫的位置改到了客厅 又购入了机柜来放置所有设备 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常规操作 既占用住宅空间又不美观还费钱 但是我也很无奈 所以这一次当我看到新房子的弱电箱还是这么小的时候 我的计划是将除NOS之外的所有核心设备 比如什么光猫交换机软路油等等都放进入户弱电箱里 那这就涉及到机装时候的一个规划 首先把原本的弱电箱区域整体扩大 具体要扩多大 这就得看新购入的弱电箱体积了 说实话 这个方面一开始我没啥概念 就只是把需要放进去的设备测算了以下体积 然后大概选了一个嘛 至于这个新的弱电箱合不合适 这就得今天开箱了之后看一看了 确实大很多 跟房子原装的弱电箱相比 它们的深度是一样的 但是它更长更宽 是原装容量的2.5到3倍 主要两个部分组成面板和箱体 先来简单看一下面板部分 一块钢化玻璃 还比较厚实 然后它是磁吸的方式 吸力还可以 然后是一个金属框架 这个框架就面板 它必须要等到箱体整个嵌入到墙里边之后 再用这个螺丝进行固定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面板是透明的 实际上它还有别的配色选择 但是我想到到时候那面墙 我们会装柜子定制柜子 整个是盖住的 我觉得这种透明的方便看里面售备的情况 然后看一下箱体 我上手的第一感觉是很有质感 就是它整个都是金属的 摸起来是很厚实的 奶油白的配色 这个样子感觉比它的面板更高级一点 其实它的正确使用方式是这样的 这个弱电箱整体结构是很简单的 它的上下两侧都预留了相同的管位 到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剪裁就可以了 然后内部的话主要就是两个支架 一个是单位 一个是双位 其实贴纸后面都是洞洞 然后它就像那个洞洞板一样 可以上下移动 旁边的话就是一个三孔的公牛电源插座 然后上面我也是第一次见 叫光鲜溶接合 但是这个盖子有点难打开 对于一个小户型的房子来说 用别墅规格的弱电箱 这个有点夸张 确实 但正因为是小户型 我不打算后期用机柜去占用住宅空间了 所以我的考虑是尽量一步到位 能够在机庄的时候就去搞定的话 应该是最省钱最省力的 那这个弱电箱部分呢 基本符合预期 我又会在里边放哪些设备呢 目前的计划是这些 光鲜收发器 主路由 交换机 PO1供电模块 插座 那为什么会是这些设备呢 首先用光鲜收发器替换运营商的光猫 因为官方的光猫一般比较占用空间 而对我来说它的路由功能也是多余的 所以这一块一定要省掉 然后用硬库R1做软路由 它是一个超迷你的X86小主机 完全不占用空间 N6005的CPU从性能角度来说 跑单个或者多个软路由系统 也都是绰绰有余的 再就是交换机 最终选择了一台威联通的交换机 之前买过一台两组光电附用的万兆交换机 应该属于入门级吧 用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非常稳定 所以这一次我干脆一步到位 挑选了一款非常非常豪华的 16口万兆交换机 体积超级超级小 这种集成度让人有点震撼了 和我以前的EU交换机相比 它的宽度甚至不到1分之1 也比我去年入手的万兆交换机小不少 而且它连变压器都没有 是直接用的三孔电源线供电 我觉得它就是放弱电箱里的最佳选择之一 它是全金属的外壳加双风扇的散热设计 8个万兆光口 8个万兆电口 毕竟是8加8的光电混合嘛 所以我可能会在每个房间同时签光线和网线 其中一条作为备用 然后就可以接普通的交换机 或者带光口的交换机 甚至HDMI光端机 总之就是方便未来灵活组网 这样走线成本什么的都会很低 接下来是POE供电模块 因为之后我打算用两个有线AP 调顶安装的方式 去做一个全无无线网覆盖 但可惜的是这台交换机 它并不带POE供电 所以就需要单独的再放两个POE供电模块 到弱电箱里 这个东西说大不大 两个加一起也不小了 好处就是放弱电箱里坏了的话 方便排查跟更换 最后电源 虽然弱电箱自带三叉电源 但这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后期 加一个插线板进去 还是说直接就换成六叉电源 大家觉得呢 另外我还在想要不要加一个散热风扇 如果要的话 还得侧向开孔装一个 但这个同样我也很犹豫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那弱电箱这一块基本搞定 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我的家庭网络走线这一块 这是套80平米的小窝 布局非常紧凑 因为面积不大 所以我觉得两个无线AP足够 型号我初步考虑的是UBNT U6 Mesh 准备在AB两个地方 PoE供电的方式吊顶安装 只需要在房子集装的时候 从弱电箱出发 预埋一根很粗的线管 两根网线走过去就可以了 应该是能够全屋覆盖的 但我又有了一点新的想法 觉得只是一个小户型 好像用一台U6 Enterprise也行 毕竟它是2.5G的有线网口 信号也不错 而支持WiFi7的U7 Pro 似乎有点过于超前了 现在许多设备并不兼容 那目前就有三种选项了 还是有一点纠结 而其他房间本身就有预埋的 网线管 网线面板 我又根据自身的习惯 分别在客厅电视墙 卧室电视墙 书房里 又增加了网线走管和面板 至于这一次家庭网络布局当中的网线 我打算全屋其类 但是总长目前师傅还没有给到数据 所以之后我统一采购 最后说一说对我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NOS 因为我在书房新增了一根超粗的网线管 到时候就可以双光线双网线这样走线 然后配合一个功能复杂的网口面板 书房基本上就不用再额外的去用交换机了 这里要强调一点 走网线的基础是 预埋的管子直径要够大 这个样子才能之后的走线是畅通的 因为这一次提前对入户弱电箱进行了干预规划 所以接下来这个房子里所有的网络中转 应该都是会在这个弱电箱里完成的 那么整个家庭网络布局就变得比较清晰简单了 接下来就只需要师傅按照弱电箱的尺寸去扩口 把弱电箱嵌到墙里边 然后再优化整个房子的走管走线 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理想预期 我也不知道后续会不会遇到什么实际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我肯定会及时分享的 也欢迎大家跟我留言建议 OK 那么本车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